您看一下右上角這邊,終於有問題 有沒有,這個是獵豹,啊這個是地鼠 所以你應該知道,我不知道你是誰啦 你可以任意的講沒關係 那我先針對同學講的 範本的頁數不多,在這裡 您從右上角這個地方 右上角這邊,總共24頁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跳頁數 理論上應該這邊是還蠻多的 至少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是你沒看過的 這點就很重要 你沒看過也代表別人可能也沒有看過 那當然有這種Flow的,就是屬於付費的 或者是它有另外一個EDU的版本 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有幾個不同方案 那第二個呢 這個我是不太了解 輸出檔案只有forWindows,有沒有forPage 或許,這可能是要做成簡報的那個講義吧 喔,簡報講義,它有 我記得好像有 在這邊,列印的樣子吧 好像是,導出PDF這裡 有沒有,所有頁面 它就會變成一頁一頁的 但是我不知道這邊 能不能看PDF 導出 它目前這個導出是這樣一頁一頁的 像這樣 它沒有像PowerPoint,就是你可以選擇幾頁在一起 沒有像那個功能 這個是 應該剛剛同學問的可能是這個部分吧 那另外有沒有新制度相關的資料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新制度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所以你就可以先聽看看 先聽看看 好,那 剛剛這個速度我剛好稍微提過 沒有錯 移動的太快是不是有點頭暈 對,這是事實喔 所以其實你在做這些內容的時候啊 如果你不想要太快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邊 你看,第一個是這裡 在這邊,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我看到這個 那待會我要看旁邊這個 有沒有 它就可以一點點移動 比如說這個 我先把它加一下好了 好,我在這邊 我把它 因為這是文字 好,假設這裡 我增加一個 好,我看這一塊 待會呢,我看右邊這一塊 看右邊這一塊 但是呢 因為現在比例差不多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我在這裡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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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 移動距離比較小 而且沒有做一點點縮放 對不對 對,所以如果你比較近 那個比例相近的時候 它移動速度就會變慢 移動速度就會變慢 所以不是說一定要差很多這樣子 因為確實在視覺上 如果你真的動太快 有時候會不舒服 這是事實 所以用我們這個 Focus在這種方式的 簡報 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某些時候你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某些時候就是 稍微慢一點 尤其是切換比較平板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好,這樣問題都回答完了 OK齁 所以白板真的有用喔 哈哈哈哈